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圖的四邊形 ABCD跟AEMG 這兩個是相同的正方形 那麼他問說 然後這個正方形跟這個正方形 有一點交於H點 那麼他問說 下列哪一條直線 為這個多邊形 ABCD 它的對稱軸 我們看看選項 A選項 他說直線A H 這個有可能 因為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你把它連接起來 翻過去以後 這一項的話 應該會貼在這裡 這個會貼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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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應該是他的對稱軸 不過不容易證明 等一下我們再來證明 我們這一題用火電法 火電法就是說 把後面的三個選項都把它火電 好 再來他說直線AC 直線AC可不可能 不可能啊 直線AC的話 它的話 你這個剛對稱軸 你V點的話 對稱過去的話 變成跑到這裡 也就這一部分的話 你把它對稱過去的話 變成是這一部分 其他的沒有被對稱軸 也就是說你這個 把它翻過去 圖形的話 就變掉了 你翻過去以後 這個就跑到這邊來了 不會跟原來的圖形重疊 所以這個一定是不對的 這樣看C選項 C選項 它說直線連第一 直線連第一的話 行不行啊 不行啊 你把它對稱軸 你把它對稱軸 以後的話 這個就跑到外面去了 你這個當對稱軸的話 沒有辦法跟原來的圖形重疊 所以這個也不對了 這樣看呢 這個什麼 這個 C D D的話 它說直線GV 你這個當對稱軸 你翻過來的話 這一個的話 這條直線找不到東西對應了 你翻過來的話 整個圖形就變掉了 跟原來圖形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不對的 直線連的GV 這也是不對的 好 那可能的話 就是AH 事項的話 答案就是AH 所以呢 這題事項很好選 你容易答案的話 你後方把它刪掉以後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AH 是它的對稱軸 但是問題是 你如何證明說AH 是它的對稱軸 不容易證明 你這AH 把它連結起來的話 你必須證明什麼呢? 必須證明說 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那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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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折過去的話 這個才會跟它重疊 然後你折過去的話 這個才會跟它重疊 折過去的話 這一段才會跟它重疊 那這一段的話 才會跟它重疊 才會跟它重疊 所以你必須要證明什麼呢? 證明說 這兩個三角形 它是全等的 它全等的話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它有共邊 但是缺少一個腳 就兩邊嘛 你只要證明這個腳 跟這個腳一樣 或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或是這個邊跟這邊一樣的話 那你就證明了這個三角形 它是全等的 所以這個 就是這個腳的腳平分線 同時也是等於這個腳的腳平分線 事實上這兩個腳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一個正方形 你把它想成本來是重疊的 本來重疊的話 這一邊跟這邊是重疊的 然後現在的話 少過一個角度 這個時候這一邊 也會少過一個角度 變到這裡 所以這兩個腳是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知道說 這兩個腳一樣的話 那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所以這個就對上過去了 好 那現在我們呢 就是要證明什麼呢 這兩個三角形它是全等的 那我們要怎麼證明 這個是不容易證明的 不過答案很容易選 答案就是A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首先的話 首先的話 這兩個三角形它會 它會全等的 這個它是等腰三角形 因為這個是正方形 這邊跟這邊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然後這兩個腳是一樣的 這兩個腳一樣的 剛剛說明過了 剛剛講過了 它是掃過來的話 跟掃過來的話一樣的 因為這兩個形狀是一樣的 好 那這兩個三角形全等的話 所以我就想著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也就是說 ZD 等於呢 你一樣 好 那相等以後的話 然後呢 這個腳 跟什麼呢 跟這個腳一樣 這四個腳一樣 這個四個腳一樣 那四個腳一樣 所以這個腳是一樣 這個 這個腳一樣 好 那我現在的話 把它給它 把這一條先延伸 把這一條延伸以後的話 這兩個三角形就全等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邊跟這一邊是一樣的 然後的話 這個腳 這個腳的話 跟這個腳一樣 因為這個是直腳 那這兩個腳一樣 所以 跟這個腳是一樣的 這兩個腳一樣 那一個邊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邊一樣 這個 這個邊一樣 再來的話 這個 這個腳的話也會一樣 這個腳 因為這是直腳 這是直腳 所以這也是直腳 這兩個腳加起來是直腳 然後呢 這兩個腳加起來是直腳 所以呢 這兩個腳又一樣 事實上什麼呢 事實上是等腰 這四個腳是一樣的 這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所以我就曉得 這邊 跟這邊一樣 像這邊跟這邊 這邊 這邊一樣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曉得說 這兩邊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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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我們 我們來看看 看看這一個 欸 這兩個三角形 這 這一個三角形 是直腳 這兩個三角形 是直腳三角形 那直腳三角形的話 那我就曉得說 嗯 這直腳嘛 這對頂腳 然後我們知道說 這個怎麼證明它是全等 首先這兩個已經相似了 為什麼 首先呢 一個腳一樣 打三角形 一個直腳一樣 所以它已經相似了 那只要有一邊相等的話 它就全等了 哪一邊相等 這一邊是一樣的 為什麼欸 因為剛剛我們講說 這是一個等搖三角形嘛 這兩個是全等的啊 這一邊跟這一邊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就曉得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邊長一樣 那這兩個邊長一樣啊 那本來是相似 所以現在是全等 那既然全等的話 所以我就曉得什麼呢 所以我就曉得 它對一邊一樣 這一邊喔 跟這一邊就一樣了 我們剛剛說是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一減的話 所以就得到這一邊 這一邊喔 跟這一邊又一樣了 所以現在這兩個三角形就全等了 這兩個三角形就全等了 這兩個三角形全等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它有共邊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那全等的話 所以這個角 跟這個角就一樣了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所以你這個當對稱走 把它翻過去以後 這個三角形就 跟這個三角形重點了 那其他部分的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所以這一條線也是呢 這個大角的角平溫線 所以你翻過去的話 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就一樣了 這一條線跟這一條一樣 這一條跟這條一樣 所以你就證明了 AH 它是什麼呢 它是這個圖形的一個對稱走 所以不好證明 很難證明 不過你用看的 你就曉得它是對稱走 那其他三個 你用看的也曉得 它不是對稱走 那這選擇體嘛 所以你很容易選出來 但是要你證明的話 這一題實際上是不容易的 當然你們可以自己想一想 說有沒有更好的證明方法 證明出來說呢 這兩個三角形它是全的